大家好,我是小哥 今天给大家讲故事是关于北京一处公主墓的故事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北京的通汇河 咱们眼前这条河叫做通汇河 最初的时候,这条河附近有一座公主墓 这个清朝墓园设计 神道最南侧第一个建筑物 基本都是石牌坊 这个石牌坊现在还在呢 但是现状就不多讲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 在最初的时候,过的这个石牌坊就是神道了 神道后边就是响殿 响殿再往后走,就是一座墓的核心区域 也就是地宫了 这座公主墓的墓主人就是河硕、河家公主 咱们眼前这组石像圣是在2005年 对公主墓进行挖掘的时候出土的 这位男子是来自于清朝 因为后边有明显的辫子 他穿的就是清朝的朝服 胸前这个图案是鹤 这脖子挂的不是菩提 它是朝珠 腰的左侧是佩刀 右侧是香带 如果大家细心的话 观察一下 他的朝服下边有图案 这个图案叫做暗八仙 他应该是清朝的一品文官像 咱们眼前这个石像圣就是最初公主墓神道两旁的石像圣 接下来咱们讲一下这位墓主人就是乾隆皇帝的第四个女儿 和朔荷家公主 他是生于乾隆十年也就是公元1745年 据这个记载 乾隆皇帝一共是有11个女儿 这里边包含了一个养女 就是乾隆皇帝的弟弟 红皱的女儿 其他的十个女儿都是乾隆皇帝亲生的 这个和朔荷家公主就是其中的第四个女儿 她就是咱们熟知的环朱格格中 紫卫的元宵 四公主的母亲是纯惠 皇贵妃苏家氏 这个女人在大清朝可不简单 清朝和其他王朝不一样 皇帝选媳妇 她有严格的规定 必须是在齐人这个区域里去选择 但是呢 这位四公主的母亲 她可是一个例外 这个纯惠皇贵妃呢 她不是齐人 很可能是汉人 在乾隆皇帝还是保亲王的时候 她是以格格的身份进入了王府 严格的来说呢 她属于红离的侍妾 在正史记载中呢 关于苏氏的家庭情况的记载 是特别的简单 说她是苏肇男的女儿 但是呢 这个苏肇男却没有详细进行描述 在清史中呢 苏氏的旗籍同样也是没有任何记载 历史上也没有任何关于乾隆皇帝为她抬旗的记载 这个抬旗就是清朝 当时为了提高出身而抬升旗籍的一种制度 比如慈禧太后 她最初是香兰旗 后来呢被抬入上三旗之一的香皇节 所以呢 苏氏根本就不是旗人 这个乾隆当上皇帝以后呢 这个苏氏被册封为纯贫 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待她呢 还是比较疼爱 后来先后被册封为纯妃 纯贵妃和纯皇贵妃 这个时候的她好位啊 仅仅在皇后之下 咱们现在去青东陵的时候 乾隆飞远抢正宗明楼这座墓 就是四公主的母亲 纯贵皇贵妃的墓 而且这个地宫中的侧位有一句观果 这就是乌拉那拉史 咱们说完了这个四公主的亲手母亲以后呢 继续说回何硕何家公主 当时她被称为佛首公主 是因为这个公主升上来以后呢 手指之间是有苦相连 而且这个手是不能伸直的一个状态 这位俄妇呢叫做弗洛安 这个俄妇呢是清朝时期啊 对妇满的一种叫法 她是出生于乾隆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1746年 她比乾隆的女儿只大一岁 她的父亲呢就是傅宏 这个傅宏在当时啊 她的地位是非常的高 因为她姐呢是一位大人物 她姐就是乾隆皇帝的孝贤淳皇后 这个乾隆还没当皇帝的时候 她姐就嫁给了乾隆 也就是说她姐是乾隆皇帝 的第一任皇后 在当时这个傅宏呢是历任内务府大臣 户部尚书 而且她参加过很多次战争 也是立下了显赫战功 所以这位弗洛安呢 也是一位特别牛的二代 公主在15岁的时候 被封为和朔和家公主 两个月以后呢 也就是乾隆25年 公元1760年 下嫁给富衡的次子 弗隆安 但是这位公主啊 其实也没有真正享受她幸福 是因为这位公主呢 在乾隆32年 也就是公元1767年去世 年仅 才23岁 在乾隆49年 也就是公元1784年 这个弗隆安的去世 终年39岁 这个公主和弗隆安 他们俩还是有一个儿子的 其实在北京有很多做明清时期的公主墓 而且还有很多的王爷的墓 但是保留下来的却很少 关于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儿 谢谢所有关注的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 再见